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感觉这件说的特别有道理 就是我在电脑上看到 我在电脑上我大致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内容比较多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就几句话 就说呀 疫情三年之后 大家突然就是活明白了 就再也不想听那些专家 就是瞎嗲嗲瞎咧咧了 说什么人生活的必须要活的什么有意义 你说说 人生有什么毛线意义啊 从生到死就那几十年 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 还要什么脸 要什么面子呀 在你不犯法的情况下 你就死不要脸去挣钱就行了 多挣着钱 钱挣着了 你想吃吃想喝喝 想干什么咱就干什么 怎么得劲 咱就怎么来 怎么想那么多干嘛呀 你说是不是 当你的钱足够多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以前遇到的种种困难呀 在现在看来都不是问题了 对吧 你现在没有发现 就说 现在老百姓就不听话了 就开始喜欢唱反调了 你比如说 你让我买房 我就偏不买 你不管这个银行贷款利息 怎么这么降 一降再降 就算这个降首付也没用 我们就是不买房 你让我消费 我就偏偏不就存款 对吧 我就不消费 你要鼓励我生二胎 生三胎 我就不生 这有的地方 有的省份啊 可能说发个通知什么的 说 生二胎 给一次性补贴 补三百块钱 你说说 我们老百姓 差你这一次性 烧好的钱吗 对吧 你让老百姓买车 就是刺激汽车消费 对吧 汽车价格一降再降 甚至给各种的 各个购车补贴 哎 不好意思 老百姓就是不愿消费了 就不愿意买车了 这招不好使了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很奇怪的相言 就是 越刺激消费 老百姓越不消费 就是不管账了 老百姓不但不消费 还把钱赚得更紧了 除了吃喝 等日常消费以后 他对房呀 车呀 什么各种家电呀 什么各种大件呀 等等都不改进去了 就突然好像明白了 就是存钱才是硬道理